叙利亚媒体23号报道说 当地时间22号的夜间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 遭到了来自备战领土方向的导弹袭击 叙利亚防空部队进行了拦截 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 以色列国防部方面 也还没有正式的做出回应 当地时间22号夜间11点左右 大马士革遭导弹袭击 叙利亚防空部队进行了拦截 大马士革传出数次巨大的爆炸声 报道称 导弹来自备战领土方向 其中一枚导弹落入大马士革 东南部附近的阿克拉八寸地区 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 占领了叙利亚西南部的戈兰高地 实施控制和管辖 拒绝归还给叙利亚 国际社会不承认该区域为以色列领土 长期以来 以色列指认伊朗在中东地区扩张势力 强调不能容忍伊朗把叙利亚 变成对抗以色列的前沿阵地 多次以打击伊朗军事设施为由 空袭蓄金类目标并造成平民伤亡 而叙利亚和伊朗政府均否认 伊朗在叙利亚有驻军 强调在叙利亚只有应叙政府邀请 派出的伊朗军事顾问 呼吸汁